前两天是这个清华的校庆 我们知道清华是一百多年前 1911年4月26号 那么用美国退还的部分根子赔款 建立了留美预科学校 首先从这个学校建立开始 它的定性就是利用根子赔款 美国退还的部分 那么培训一些中国的学子 读预科过语言观 然后经过选拔 到美国再去读名校 是吧 回国以后呢 有很多人在中国的功课 是吧 应该来说获得了很大的成就 中国工程学院或者说两院的院士 有很多都是清华出来的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正在经商的吧 也喜欢跟清华挂个钩 清华也搬买类似的 再提高班 也收点钱 给他们弄点学历 装点一下门面 清华百年校庆的时候 包括西胖一大堆人都去了 那么清华这块牌子 在中美需要友好的时候 还是可以拎出来说一说的 最新的 你现在也不能明着 打压清华 因为全国人民都知道 北大清华中国最好的学校 是吧 北大源于太学 那么清华是留美预科 在中国应该讲文科理科 这两门学校 这两个学校都是属于顶尖的 至少名气目前是最大 那么清华校庆呢 报出来一个新闻 或者说这也是个零头八脑的校庆 有所谓 可能也没什么专门庆祝它 但不管怎么说 每年逢到校庆的时候呢 很多同学都会到校园里走一走 怀念一下自己的学生时代 学校也会照例 遭一些 获得过成就的 甚至当了官的 回学校母校做一个激励 在校学生的这些演讲 类似的庆祝 其实每年都在办 那么今年在办的过程中 发现一个问题 有很多这个校友回去以后 看到那个 王国为的木 被用蓝颜色的这个采钢网 把它挡起来 看起来像维修一样 其实他要挡的只是一块碑 王国为自成两年以后 陈英雀先生 给他写了一个碑文 陈英雀先生也是属于那个 其实王国为陈英雀 梁启超赵元任 是号称四大国学导师 虽然他当年被誉为是清华的 国学院四大导师 但同时也是 清末明初 市面上 应该来说站得住的 四位大驾 同时 同时陈英雀先生也是一位 史学大驾 当然 赫世人对他批评的也很多 包括 钱牧 钱宗书 余英石 应该来说 对他的学问 其实都还是有一些争议的 就是说他 建筑偏锋 他谈论的话题偏深 有的时候呢 有一些国学大家 哪怕是他的后辈 对他有一些质疑的时候 其实都是学术上 不过这个人呢 也是一个传奇 他跟我们熟知的这个 郭鸿林先生是一样的 也是精通 二十多国语言 他为什么犯记呢 应该来说 这个东西还真的挺麻烦 他好几个地方都犯记 他不是一个地方 首先一个 你本身是清华的一名大家 对吧 你终身服务执教的 主要是清华 那么他死的时候 应该是中山大学的教授 对吧 其实他就是到了广州 也是那个当年的 当年的那个广州 广东市省委书记陶铸 也是把他当祖宗一样的供的 对吧 号称蓝霸天呢 但是对他很尊重 那么 他 他首先 你看他是 陈山丽的儿子 是吧 他爹 跟这个谭志同谭言凯 属于湘湖三公子 那么 那么他的母亲是 三婴瑜家 他们家其实跟这个 曾过番还有联姻 那么瑜家 我们知道 一直到这个 瑜震生 是吧 大家都熟悉 台湾那边也有瑜家 包括江青的这个 其中一任老公 是吧 黄敬 瑜企威 对吧 其实 其实从这个 跟得上倒 他也属于那种 官宦子弟 而且 与当年的 所有的大家 都有联姻 老底子就不太好 中共一般不愿意 宣传这种人 最后也是 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 那么 再者说呢 他提的这个 王国为就更麻烦了 是吧 王国为我们知道 他是自成于魏明湖的 他死之前 有一封书信 就是 与他的一个朋友 在通信中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 以共和史 必以共产宗 他说这个话的时候 还没有中国共产党 所以你这个东西 你还真不能说 是吧 应该来讲 王国为 我们知道 人间词画 对吧 像他这种学者 我以前谈过 现在已经早不见了 他可以用 一个作家 一个诗人 因为历史上的文学 大家的 自己的作品 来概括 他这个人的 文学特点 现在能够 通经博古的 这种大家 应该来说是没有了 那么同时 王国为呢 他设置的捍卫 中华文化 他是属于那种 看不惯武士运动 看不惯这种 新文化思潮的 他是这么一种人 所以应该来说 王国为 陈寅雀 这两个人 在清华里面的 所有的东西 在清华孝庆的时候 会非常尴尬 因为把他们 联系在清华的 不仅仅是 他们同时在 清华任教 而是 王国为 悲伤 就是 陈寅雀给 王国为提的 这个悲伤 悲文中 有这么一段话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考 应该来说 中国现在 最不需要 这个东西 所有的学生 你要去背这段 悲伤 都会被视为 异己 因为在中国 现在要求的是 服从 在清华校园中 你又不能把 王国为的 木拔了 是吧 你又不能把 陈寅雀 提的这个 悲砸了 那怎么办呢 作为校方 来说 把他挡起来 是吧 尽可能 弱化 王国为 牧原中 陈寅雀提的 这个悲 以及他的悲文 尽可能弱化 他的影响 不影响 孝庆 这种 喜庆的气氛 可能是 清华当局 目前唯一 能做 所以即便有人 去抗议 其实没什么用 没有办法 虽然说 今年的这个 剥离了 事业单位 剥离了 包括这个 教育系统 不再像原先一样 享受政治待遇 原来相当于 富顾及的 是吧 你现在说没就没了 行政级别没了 但不管怎么说 他们还是 靠财政吃饭 目前还没有独立 所有的这种 中国的高校 他的党委书记也好 他的校长也好 都是靠财政吃饭 从经济的角度上来说 他们也不希望 任何人 关注到 陈寅雀的这个提词 而且呢 陈寅雀 王国为 这种大家 在清华硝园中的 这种地位 在全国 应该来说 全国学子中的地位 都相当崇高 许多知识分子 把他们当作 人生的模板 因为你最 你很难这个 达到 他这种境界 达不到这种高峰 是吧 你包括文学上 刚才讲的境界 那么 在文学作品中 引入 佛家用语 可能也就始于 王国为 是吧 那么 王国为的名言中 就有一个三境界 就是提到这个东西 除他以外 好像 之前还真没有人 这样提过 清华的孝庆 清华当局 绝不会放弃 庆祝 为什么 因为他能拉来 更多的资源 是吧 抬高 清华 清华毕业生 出去以后 得到国家重用 得到这个 科学上 甚至于人文上的 一些奖励 设到世界各国的 这个 这个奖励 包括这个 从事工商业 获得成就 都能更好的 彰显 清华的实力 便于招生 是吧 扩大财源 他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说 在我这 读完书以后 你出去 能混得更好 是吧 你能挣到更多的钱 你能获得更好的 这个地位 那你是不是 好学生 一起往我这跑啊 对吧 然后完了以后 想混读文明的 是不是得往我这 交钱 所以你说 让清华不搞 孝庆不肯 那么 清华孝庆期间 把这些 所谓政治不正确 是吧 最后被共军 迫害之死的 尤其他写的这种文字 公之于众 再借机 推广一下 弄了个校友 不怀好意的 站在这个 悲文面前 来个合影 是吧 朋友全发一发 其实清华当局 可能就 麻烦就大了 是吧 你真的是 你的面子 对吧 然后倒霉的是我 所以他肯定 不愿意 现在我们看到的 所谓的难起来 我觉得这种措施 可以理解 典型的 田鸡要命 蛇要宝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